最近有点感冒啊 鼻子在不通气 说话可能声不太有听 大家讲究讲究啊 马上9月份啊 进入二四届的秋招了 马上就来了啊 那为防止很多同学选择错误 现在聊聊弥补信息差的这个重要性 那这个内容呢 去年刚做视频的时候啊 聊过 播放量还挺高的 但是B站啊就是这样 视频热度过了呢 播放率就下来了 我觉得以前有些视频的内容 是对新进同学的未来发展很有帮助的 因为咱不是一个娱乐类的那个频道 咱还是为了真正解决大家问题 这么一个频道啊 所以传递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呢 今天我重新整理了一下 咱再聊聊这个话题啊 那以前看过的老朋友呢 你就可以出去看女主播跳舞了啊 就不要在这个视频上浪费时间了 那接下来咱详细的聊一聊啊 插一句啊 想从事嵌入室开发迷茫的同学 可以关注我的动态 或者视频上方文字 加VX进入嵌入室会员指导服务 目前已解决很多同学的学习 入行发展三大问题了啊 那先从我学嵌入室支出的一个经历说起啊 我之所以能入嵌入室这一行 其实是找了一个学长交流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为这个呢 我还请学长搓了一顿啊 当时花了一百多 那十几年前的一百多是非常实诚的啊 九郭三巡的花匣就打开了 学长就竹筒刀斗的似的跟我讲了好多东西 那把他的本科啊 一直到延三的经历都跟我说了一遍 学长当时是已经找完工作的了啊 属于实习直接留在公司的那种啊 从那个时候的学校环境 我们东北的经济状况 再到他在深圳看到的深圳当时的那个情景啊 都给我讲了个遍 讲得非常透彻 我也是深受震撼啊 可以这样讲是非常颠覆的 跟我脑子里想象的未来和职业完全是两回事 那这里要说一下就是 我也经常碰到有同学来找我咨询 他不是来找答案的 而是来找认同的啊 这是不足取的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大家的经验呢 获得的信息量都是不一样的啊 你了解的东西呢 可能还不够 你可能还很局限啊 所以呢 你不要太认定自己的那一套东西 可能会把你害了啊 我本科的时候啊 本来是想留在我们的省会的啊 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前啊 都没出过省啊 省会是我建国最大的一个城市了 即使考完研 我的规划也是 等研究生毕业了 留在省会进国企大厂 但是和学长聊完之后呢 我才明白自己就太坐井观天了啊 思路也清晰了 计划也整个就变了啊 我是我的同学中极少数找学长 这么一本正经的彻学长谈的 因为我本科毕业就失业过 在学校附近呢 工作过那么一小段 知道啊 信息差确实的重要性 所以考完研 在找导师前的第一时间 就先找当时我们系一个很牛的要毕业的学长 坦白讲 我们俩实际上都不怎么认识啊 我很诚实的跟他说明来意 就想请他吃点喝点吧 男人嘛 就有这点爱好 很多时候啊 不是你不想努力 而是你需要选择 谁都想选择一条对的道路 能够适配公办 但是呢 选择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信息做支撑的 不然就是用未来经赌格 赌对了还好 赌错了 可能这辈子就废了 因为人生的转折点不多 能选择的就那么几次 等大家都成熟了 长大了之后啊 你再回首就会发现啊 你可能跟你身边的同路人啊 你的境遇已经差得很多了 我们那个时候的研究生啊 大家普遍都往PRC上扑 因为东北啊 重工业多 导师的科研往往都是跟重工业相关的 也就是强电相关的 我们研究生在选导师的时候呢 往往会选择去抢那些比较有名气的导师 也就会随着导师干PRC这一行啊 工业自动化 工业上的强电控制啊 而嵌入式呢 又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玩意儿 身边没有什么人弄 对未来发展呢 也是一头雾水 我是在这种背景下 溺水行舟 坚定的选择了嵌入式这一行 因为我的学长跟我说了 南方啊 嵌入式大有作为 最终也获益于嵌入式这个职业啊 我没去过南方 但是当时我很相信我的学长啊 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那以上啊 说的是职业规划中最初的一步选择啊 选择完了呢 就要落地 要执行学习 但是呢 当年学习的时候资料少 方法也少 那个时候学起来是真的很痛苦的 网上资料特别少 现在想想中间是走了不少万路的 包括后来找工作啊 做简历啊 面试啊 甚至参加工作中的很多选择 其实都踩了很多的坑 这都是信息差的问题啊 我不是不努力 我是个非常努力 并且非常有主意的人 但是 你再有主意 你信息量不够也不行 那如果当初身边有人能够交流 有人能够指导 或者家里朋友干过见过的 能够给一些点播 那整个过程中会少走很多万路的 所以呢 我也希望啊 借着这个频道啊 将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在职业路线上 能走得顺畅一些 那作为我们这种 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啊 我们都说输在起跑线 那什么是起跑线啊 实际上起跑线 它包括了大量的财富资产 社会的关系网 还有就是信息差 我这些年在帝都啊 见过很多妇人子女 和我的直男外女们相比啊 其实其他都不算 就在信息差的一项上 就已经输得一塌糊涂了 彻底就拉开了 学什么 怎么学 如何学 如何出国深造 回来该做什么 去什么样的企业 具体应该往哪个职位上发展 等等 这还不算上人家本身的资源和人脉啊 是没法比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重视信息差的弥补 尤其是大四啊 延三这些快毕业的同学们 一定要重视这一点啊 注意收集信息和分析判断 养成凡事有提前准备的好习惯啊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最近呢 这几天来找伯伯咨询的同学明显增多了 尤其是大三和延三的 风雨一来吧 大家一起努力 顺利的在秋招上找个好工作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